这个题目部分的话 406 不定数 BMI 计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习惯先看一下底下这个输入输出 那输入他这边的话有什么 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个 176 80 的话 然后他要得到的是 BMI 冒号 把那个 BMI 而且要取到什么 小数点 DOA 吧 然后 state 就是评语 评语的话后面就是要判断说他到底是过胖呢 那还是说他是标准还是过清等等的相关讯息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所以输入两个 输出也是两个 可以输入输入出 那底下的话他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嘛 包括就是说他这边有题目要求 他就写一个对应的一个回圈程式 然后他这个地方的话要计算出 BMI 那 BMI 前面我们讲过了 BMI 的计算公司 他这边也有给就是他的身 他的体重处理身高的平方 而且输出要取到小数点的这个第二位就可以了 然后呢不需要考虑那个男性或女性的标准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大概来看一下 其实这边有写好的 比如说我今天假如说我要输入什么 输入17680得到下面结果的话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是我已经写好的程式 那最后先demo一下 run一下 那首先的话底下呢我们就输出 176 enter 80 enter 那要得到底下的东西 有没有 ok 所以输入一个输入两个 那特别注意这中间有个换行 这个是他那个这个Spider 他里面一定会有的 你不用去管他 这个不同环境会有不同的那个状况 然后再来的话呢 他还没结束 所以再来输入什么 170 然后100 要得到底下这个 叫 BMI 34 34.60 然后呢他的平语的话State是要是肥胖 State 然后最后的话呢底下就-999 所以要-999 4个9的时候呢就要离开 Ok就结束了 这样就ok了 那至于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要符合题目的要求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题目看一下 那其实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只是说这个该怎么写 你们先最好可以的话 可以自己哦 按照那个题目给的逻辑 你可以把它很顺畅的写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 是已经理解了 Ok哦 那如果真的去考这个的话 应该就不是成问题了 那将来如果你要真的拿这个来用 才有办法 否则的话就真的 你如果没有办法自己 动手写出程式来的话 以后要用 那一定是个大问题 对 因为没办法 这又不是滑鼠键盘 对 我想过啊 Excel 在怎么样你按下功能都会出现嘛 但是写程式没有啦 写程式只有怎么样 只有打开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变成你要自己哦 从头到尾自己写 那当然是最大的一个 所以你便要训练自己哦 欸 有没有办法哦 看到需求 反对 反对 答案可以在 在自找你的画面上 它就很清楚 不好意思 欸 差不多太小了 其实你可以参考这个啊 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还有很慢 没有在这里啊 这个 第十九页的地方 哦 这个板比较多一点啊 这个程式哦 OK 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哦 只会有这个题目 没有答案啊 所以啊 你没办法说你要照答案去打 所以 尽量的话呢 能够用理解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 一样可以分成几阶段 第一个让它可以输入资料 那输入的话 你可以看到 那输入一定是两个资料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给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H 叫H 一个叫W好了 我 我喜欢 给它个缩写 那当然这个名称自己可以 我一个H 那输入之后你要考虑到它 如果有可能有小数点的话 那我们用EVO 那接到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呢 第一个要计算BMI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判断那个评语 所以基本上 输入之后的话 跟输出的中间 一个要计算BMI 那BMI前面有没有讲过 就是那个什么呢 体重 除以身高 那身高的话是公尺 所以必须要先除以100之后 再给它平方 就乘乘2就好了 OK 然后计算BMI 计算出来之后 那还要去做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部分的话 这边有个表 如果什么 BMI小于18.5的话 那输出这一个 18.5到多少 到25 就是这个normal 然后25到30 就是过重 再来的话呢 大于等于30 就是肥胖 所以它其实只有 四个等级 所以这个四个等级 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 翻译用if来判 if alif alif 所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我的习惯是 因为要让它不断输入 直到它输入什么 -999为止 才停下来 所以我们的写法 我用那个画一帽号 因为有时候习惯 反正画一帽号 其实等于是万用的 那只是说 你如果要 让它跳离的话 那记得要在程式里面 加一个if 条件呢 当哪一个 比如h 或w 其中有一个输入-999的话 那就break 所以 这边第一个 画一帽号 那h等于什么 输入资料 有没有 用evo 那判断一下呢 h是不是-999 如果是的话呢 就break 那其实你可以拿这三行复制之后 贴到底下 只要把什么 h改成w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 改完之后的话 你就等于是取得什么 取得体重 ok 然后我们要取得身高 取得体重之后 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 再去计算bmi 还记得bmi怎么计算吧 那其实bmi是什么 w 它的体重 除以 身高 的平方 身高乘乘2 ok 那一定要公尺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个地方 除以100 有没有 之前我们在这边 或者说如果你不在这边除的话 那记得你可以在哪边除 在这边除也可以 这边除以100 但是特别注意 这边如果除以100 记得要刮弧 也就是说它一定要先除以100之后 再去乘乘2 ok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刮弧 这个答案会出错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你这个h 要不就是你在这边除100 要不就是在这边除100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除100的话 记得要刮弧起来 ok 底下的话就是有逻辑判断 如果BMI小于18.5的话 那我们会多一个变数叫S S的话等于这个h under这个位置 那其实就是 你可以拿这个 这个上面的这个h 把它加上去 那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if l if l if 然后最后是else 然后呢把这个次串 丢到S里面去 ok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输出 哦 关键地方来的 另外一个输出 那输出的话需要输出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 crinter 这个地方它有几个重能 第一个它一定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第二个的话呢 它要输出的结果要长这样 bmi 冒号 后面有一个bmi的结果 然后换行 然后一个state 有没有 然后呢再把那个最后的这个s 就是刚刚有一个s 把它放到后 所以如果以这个地方来看 我是建议用那个format来做 应该是最理想的 应该有印象吧 所以我一直为你强调说一定要 把format熟悉哦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输出 一 先加上bmi冒号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双引号 有没有 至串 然后先bmi冒号 然后里面放什么 放大瓜符 然后呢 记得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冒号 点f 有没有 应该有印象 后面要换行 所以反斜线n 这个拖曳字圆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state冒号 看一下 这个应该有个空格 为什么要空格 有个空格 所以这边要空格 这可能要空白 如果你少个空白不行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state冒号空白 也是这个地方也要bmi 看一下这边应该也是会有个空白 这边有个空白 这个空白不能少 少的话 将来那个考试 它也不算你对 这插一个空白都不行 OK 然后再来什么 加一个state冒号空白 然后再加一个大瓜符 大瓜符就把资料放进来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个需要格式化 那下后面这个的话就不用 就直接把资料输出就可以 所以呢 后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再加个点什么 点format 然后 叫瓜符 因为前面有两个大瓜符 所以后面的话呢要需要加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的话呢 是这个bmi 所以直接把bmi放过来 我习惯这样子 把bmi 我习惯是拖拉加ctrl键 复制 把bmi放过来 第二个的话呢 豆点放什么 放s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bmi 这个的值 算出来结果 因为有小数点 然后直接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大瓜符里面 然后他自动知道说 你要取到小认第二位 然后再把这个字串呢 放到这个大瓜符里面去 然后跟这个字串呢 全部串在一起 做输出 看到就是我们要的 OK 应该可以理解 最后我们再来try一下看看 所以做好之后的话 那我们一样呢 把那个 他要我们输出的 直接看到 17 所以直接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 底下 我们看一下 执行 然后这边的话 第一个他要输176 执行 语法错误 为什么 这后面少一个大瓜符 有没有 常常 这个很容易忽略 因为我formate 这个瓜符就忘了print 本身还有一个大瓜符 所以他这边会跳出那个 语法错误 而且跟你讲说 EOF end of file 结尾没有 所以表示这个 我一看就 原来这个地方有错 执行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 再来就输出 176 Enter 80 Enter 那应该要输出 底下的这个东西 就是BMI帽 一个空格 然后25.83 有没有 这边有空格 对 有空格 然后这边有空格 过重 OK 那继续呢 再一样 170 Enter 100 Enter 输出的是 BMI帽 然后34.6 60 OK 然后他state 平语的话呢 就是他肥胖 最后的话 输出什么 -9999 Enter的话 就离开这个城市了 OK 那这样OK 理论上应该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这样打 那表示应该 就可以拿到分数了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这一题的话 他跟前面做的还蛮类似的 只是说他要绣的一些细节可能不太一样 差别应该不大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406的部分 406 那406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408 叫做 基偶 各数 基偶数 各数计算 这是算 顾名思义吗 叫什么 里面的话 输入这些 2468 十个数字 然后呢 他要输出什么呢 到底呢 偶数几个 基数几个 把这个基数偶数 到底有几个 的内容 直接做输出 那第一是说 一边输入的时候呢 我可以一边判断 那判断如果是基数 我就让他基数的那个变数加一 反之就偶数 这有点像之前有做过那个 判断基数偶数嘛 所以基数偶数 判断的最简单的方法 什么呢 就是判断嘛 一辅什么 输入了那个值 有没有 他的余数 余数如果等于一的话 那应该就是基数嘛 那如果不等于一啦 反之那就是偶数 因为不外乎就是基数 不外乎就是偶数 OK 那如果是基数 就把它加一 偶数的话就是 这个是特别加一 最后的输出啊 试试看喔 408